嗨,大家好,我是Sophie 又是周末,我还是请大家赏花 今天的这株呢,是湘明远播的叶夫人 我的这株呢,其实是两株非常好的叶夫人的杂交品种 它的名签呢,在这里 Brasovolanda Dosa Mendantol AMAOS 是一株获奖的原生种 那另外一株呢,是Brasovolanda Dosa Susan Foltres FCCAOS 同样也是获奖的 所以的话呢,这一株叶夫人呢 理论上应该是特别棒的一株 我的这株叶夫人呢 现在呢,有一个花枝上面开了两朵花 花的直径呢,是十厘米 但是它的纯瓣呢,只有两厘米半的样子 我见过有的叶夫人的话呢 纯瓣呢,有五厘米,就是很大 这个呢,它的花瓣很细长,很挺大的 可是它纯瓣呢,并不大 而现在呢,只有这两朵花 另外呢,还有一个花枝 目前呢,还很小 我并不确定它能长大开花 这两朵花呢,眼下已经开了有 这是第四天 每天晚上呢,我都把它放在卧室的洗手间里 主要呢,就是希望能闻到它的香味 它的香味呢,是从前天 就是开花的第二天就有了 味道呢,大约是在晚上七八点钟开始 到早上六点钟 我通常醒来的时候呢 它的味道已经没有了 所以的话呢,我也不知道 它是在什么时候消失的 它的香味呢,很特别 我在网上看到 别人呢,说它的香味呢 是柑橘 或者是枝子花的香味 那我想象呢 它应该是相当的出色 相当好闻 但是我的这一株呢 味道真的是不太好形容 那有的时候呢 我觉着它是洗头水 或者是沐浴露的香味 那有的时候呢 我又觉得它像是那种 儿童用的止壳糖浆的味道 味道里面呢 有浓厚的甜味 但是呢,我又觉得它有一点药味在里面 浓郁倒是真的 整间屋子都可以闻到 不过呢,和我想象中的心旷神怡 还是有区别的 叶夫人呢,在中南美洲 算是分布相当广泛的一种兰花 原生种的种类呢,也不算少 在墨西哥中美 南美洲的北部呢 都比较常见 矮的呢,只有10厘米左右 高的呢,有差不多40厘米的样子 它们通常呢,是在春夏开花 但是有的品种呢,一年都可以开花 通常呢,从新叶子的中间呢 长一个花杆出来 新叶子的中间长一个花杆 这个花杆呢,大约有10到15厘米 可以有2到6朵花那么多 花呢,有大有小 从8、9厘米呢到15厘米 是的,最大的花呢 你没听错,可以长达 直径呢,可以达到15厘米 它花的颜色呢 有浅绿色、浅黄色到纯白色都有 很多时候呢,它的花瓣上呢 有一些红色或者紫色的斑点 它的纯瓣上呢,看不到斑点 但是事实上,它有带了这个基因呢 非常强大的基因 很多和叶夫人杂交的兰花呢 都会在纯瓣上呢,带很多斑点 通常这个斑点的颜色呢 是深紫色和深红色 叶夫人呢,对光照的要求呢 比较高,希望是中到高光 对温度的要求呢 夏天的话呢,希望是从夜间温度 二十三四度呢,到白天 三十度左右 冬天呢,希望是从十七八度 到二十五度左右 那白天和夜间呢 假如有六七度的温差呢 当然是最好了 它对湿度的要求呢 相对呢,是非常高 百分之八十左右呢,是最为理想的 我这里呢,是无论如何也达不到 我曾经在墨西哥呢 看到过有人院子里的树上呢 长成一大葱一大葱的叶夫人 可以达到一米 直径啊,可以达到一米那么大的一葱 就是疯长像野草一样 可是在我这里,在多伦多呢 难度就很高 我尝试过不少种叶夫人 在这几年间呢 活着的很少 杂交的话呢,就都长得不错 但是原生种呢,都长得不是很好 这是第一株开花的 叶夫人呢,对湿度的要求呢,比较高 同时呢,他又不喜欢根老是湿的 所以的话呢,最好呢,是用树皮来种 而且树皮的那个尺寸呢,要略大一些 那我现在呢,我用的是比较小块的树皮 因为我这里的湿度呢,实在是太低 还中间呢,加了一点点水苔 即便是这样子的话呢,我觉得它的根呢,还是希望更干燥一点 但是呢,非常难达到 换盆呢,通常是在有心芽的时候 但是根呢,还没有长长 或者说没有长出来的时候呢 换盆呢,就最理想 不会让它的心根呢,受到伤害 或者说呢,花后立刻换盆也可以 在积极生长期呢,水肥要充足 就是说在一年光照最强的时候 夏天的时候呢,水肥要充足 到了秋天呢,可以给临肥略高的肥料 这样的话呢,让它在下一个花季 就是说春天的时候呢,有充足的养分 叶夫人在花后呢,可以给它一个短暂的休眠期 我说的这个短暂呢,就是说两三周就可以了 这两三周呢,可以给它适当的减少光照 另外呢,也控水 但是呢,又不能让它完全干掉 只要两三周就可以了 以上的这些呢,就是种植业夫人的方法 但是我个人建议呢 在这个环境里,在我这个多伦多的环境里 就是说冬天比较干燥寒冷的环境里的话呢 最好呢,是种叶夫人杂交的品种 比较强健,容易生长,容易开花 原生种呢,就相对来说呢,比较难 我自己呢,试过有四五种都不成功 那这种呢,算是成功吧 但是的话呢,它是两种原生种的杂交种 其实呢,也算是杂交种,不能算是原生种了 所以呢,希望看到花的话呢 还是建议种它的杂交品种 好啦,这就是我今天请大家欣赏的叶夫人 以及它的种植方法 喜欢我的视频呢,请你点赞 希望看到我更多的视频呢 请你订阅我的频道,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